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第52法庭单元 清官难断家务事 而在实务上 法官省你亲人之间的官司纠纷 通常都会尽量的劝和 我这方式可不能违法 幽命高临近90岁的王姓老翁 向儿子请求抚养肺案 上诉了高院之后 法官支开了家属 开庭的结果竟然变成了 老翁车告了 而亲人花时间搜证 事后调阅了法庭的录音 坚决使法官诱导了失智老翁撤告 严重违反了法庭程序 和法官伦理的规范 遭到司法院陈处 王志华拥有五星级半店手艺 为了照顾失智的父亲 放弃发展机会 夫妻俩在新庄开了一家面店 没有招牌 靠道地的口味打出名号 我还会很多 但是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坐不赢 所以我们就是 你看我们都要休三日了 做生意剩下的时间 要替老父亲打官司 通告的对象是自己的亲哥哥 王老先生的二儿子 大姨灭亲我灭他 所以说因为什么兄弟 什么手机是心的 我不会因为这个伤心 我不会 也为他不是说我有高典 那是不是你委托我的 对啊 他要消水我告儿子干什么 王辈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儿子在过世之后 民国96年 二子把王伯伯 位于北投开明街的这个老家 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而就此一个举动 也造成了父子还有手足之间 一连串官司 老大获释 老大的妻女继续住在老家 老仙原本打算将房屋卖个媳妇儿 但是二儿子起了态念 在未经老仙同意之下 再和大嫂谈条件 房屋先登基在老儿的名下 以后房屋卖了 可以一起分钱 两人心中各有盘算 老二处心几率拿到老父亲的 北投国宅 成为屋主 还不给老爸生活费 大嫂则是可以继续住 还不用每个月交租金 一万五千元 以后还有钱可拿 被算计的老仙还健在 财产却一定被瓜分 老三王志华看不下去 要替父亲真公道 跟老二打官司 多狡猾这个人 这个孩子 我哥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 脚发到你会吐血 我没想到我哥是这种人 你看到多少个案子 他根本就是个 炸弃这个社会败类 我跟你讲 兄弟系强 报告民刑事官司 多达十几件 其中最关键的抚养费官司 不但两兆亲兄弟在场 法官还找来老先生 以及他的媳妇 一共四人出庭 王老先生委托三儿子为诉讼代理人 向二儿子提出请求抚养费案 101年的7月4号 在高等法院的民事庭开庭了 法庭兵发生了什么事 透过法庭录音带您还原真相 两道报应都在外面前 所以我先问一下 你讲话 能讲不清楚 你先出去外面好吗 法官现在请你们先出去 你自己要清楚 你自己要清楚 好 王先生 你自己要清楚 我是我爸的代理人 我有权在这边 我要跟我爸争取权益 吃 你给我吃 好不客气态度 法官将老仙的儿子赶出去 法庭门一关 只剩下老仙和媳妇开庭 我问你 这一个案子 告这一个案子 你知不知道 说你要向我拿房租 总报是58万 你有没有向我要房租 没有 法官明明问的是 提告 媳妇解释却变成要房租 他没有要 没有告这个案子 本来就没有告 好 他也撤回这个案子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 不是在体验嘛 这样 那个法官的意思是说 根本就没有人说叫我 叫我 向我拿房租 然后这个案子 你当初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也没办 这样 关起门的法庭 上演一出赤裸裸的诱导 撤告戏码 就说你撤回 你撤回你就没有向我要钱 不要 不要 他是不要 他要撤回 他是不要 你要撤回 你要签 对 不要再 不要倒下去的这样 好不好 不然说话是因为没有 既然法官可以讲出这个话 叫我爸签 后来我爸说 是什么 什么 什么 这样子 我爸还搞不懂了 这个到底要干什么 结果后来大嫂说 爸 你签了 爸 你签了 为什么大嫂要签 因为这个爸爸不签 这个钱谁要出 租金谁要出 是谁要出 都垂心肝 司法是个非常黑暗 到现在还在黑暗 复养废案撤告了 也救不回来 王老先生的房子 最后被罚派一千多万元 结果这笔钱 被二儿子的前妻拿走 老二自己也没拿到钱 至于老先媳妇 被迫搬离老家 说好的钱变成一场空 成为机关算尽的下场 更让人意外的是 老二不甘心 最后再告老父亲 王家官司 彻底撕裂亲情 我爸爸我房子一毛钱 也没拿到 还要跟我爸 求伤410万 你看还有550万 我爸爸情何以堪 同样打官司 打到情人反目 还有女星王思佳的母亲 一人布兰尼的争产风波 王思佳的外公过世后 家人内讧 布兰尼只要巴巡老母 他的弟弟等人指控 侵吞了父亲古董遗产 布兰尼反控对方诈妻 母女和姐弟多年的亲情 因为遗产对不公堂 女儿子 我没人 那是我的女儿子 他搬的 他现在都是咬的是我妈的 他把我搬的 说我搬的 说我搬稍微 那平头会较昂 感情非常好 可是是从爸爸走了之后 我不晓得人心的嫌恶到这样 明天就都去门把我搬 明天就都把我搬出来 十分之后搬 七分之后 现在公司我们搬 我如果真的没做的事 我也只能请求法律来 还我一个清白跟公道 官司宣判 布兰宁或判无罪 不过 他的母亲一诈欺罪判刑6个月 弟弟和弟媳判刑8个月 亲人缠送撕破脸不是解决之道 近两年来 法务部推动了修复式司法 以温馨的协谈室取代法庭 毕竟亲人以后还要再见面 根据统计 原告被告愿意互相对话 达成协议的有三成 这一位亲人互告不休 开启了另一个解决争端 弥贫关系的模式和机会